今天聊下货币,也就是黄金、纸币和比特币。 简单说,黄金是过去的货币,纸币是今天的货币,比特币则是将来的货币。 一、黄金为什么能正确标示商品价值,具有价值尺度、交易媒介、储藏手段三大货币功能。 原因就是,黄金的增加量受自然条件限制,不能无限量增加。 黄金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。 请网友特别、特别、特别注意,货币标示的是劳动时间,是商品中所含劳动时间,也就是商品的价值。 举例,中国现有劳动力人口约7亿,假设中国现有黄金16.8万吨,每年7亿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价值是, 7亿乘以每年工作300天,乘以每天工作8小时等于1.68万亿个工作小时。 用现有1.68万亿吨黄金来标示,1.68万亿吨除以1.68万亿个劳动小时等于0.1克黄金每小时。 从过去几百年的历史看,黄金的增长量与人口的增长量是大概匹配的, 所以用黄金做货币,往往能够长期保持一定量黄金代表一个劳动小时,上下波动不会太大。 例如,人口不会一年翻一翻,黄金增加量也不会一年翻一翻。 即使黄金和人口会因各种原因而大幅变动,但还有一种力量可以约束这种变动的不良作用, 这就是黄金本身是有价值的。 所以,黄金即使在一段时间增加量快于物质增加量,也不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。 因为,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远离价值,人们就会宁愿保留黄金而停止购买了。 例如,今天的高房价,在金银货币时期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因为房价已经远离其价值,人们不会傻到用高价值的黄金去换低价值的房子。 但是,以黄金作为货币有个很重要的特点,这就是不能大规模累积债务,因此也不能无限扩展信用货币。 正是这一特点,决定了以黄金为货币的经济体,是无法以借贷方式从消费端刺激经济的。 例如,1998年开始允许贷款购房时,如果那时中国是以黄金为货币,你敢贷款购房吗? 当然不敢,因为要不了几年,你必定会被这真金白银的债务所压垮。 而且银行也发放不出多少真金白银的贷款来。 由于黄金作货币无法累积债务,无法从消费端刺激经济,所以不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,到1971年世界抛弃黄金货币,改用纸币体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。 我们再来聊纸币,纸币分为金本位纸币和依托债务发行的纸币。 金本位最开始是按一比一比例发行黄金兑换纸币的,也就是一克黄金发行一克兑换纸币。 后来因为应付战争开支,许多国家开始扩大比例,逐步变成一比二、一比三、甚至一比四。 战后许多国家其实是采取这种方式归还债务,增加政府开支,刺激经济的。 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。 请网友注意,这种方式超发货币和还债,不会导致货币总量萎缩。 这与现代纸币体系是完全不同的。 但是到了1970年代,法国等国家发现,美国这样干就不买账了, 带头发起用美元换黄金,短短几个月内,美国国库黄金大幅下降, 如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购。 从此人类开始了一个可以无限量发行纸币的时代。 完全脱离黄金的纸币发行方式是靠借贷形式发行出去的。 为什么纸币要靠借贷方式发行? 因为纸币毫无价值,你印刷了给谁呢? 所以必须采用借贷的方式发行出去,这样纸币就附上了借贷所承诺的价值。 例如,你从银行借贷一百万十年期房贷,银行创造和发行了一百万信贷货币, 而这一百万就附上了你承诺十年内用劳动收入来归还的价值。 所以纸币体系的货币其实都是债务,有种流行说法,货币就是债务,正式体现了纸币的发行特点。 纸币的这种依托债务发行,货币就是债务的特点,决定纸币体系同时有了另一个特点。 这就是归还和降低债务的同时也消灭了货币,造成通货紧缩。 通货紧缩就是经济衰退大萧条的代名词。 所以当今所有使用纸币的市场经济国家降低债务,只能口头说说而已, 因为真要降低债务,那也就同时在消灭货币,就是通货紧缩,就是经济衰退,经济立马撕给你看。 从美国债务历史报表就可以看出,在1980年代以前,也就是金本位和金本位初始期以前, 美国的债务还是起起落落的,其后就一路飙升。 最好的克林顿总统时期,即1990年代时期,美国政府首次消除了财政赤字,有了1000亿美元的英语, 但美国的债务总量并没有明显下降,只是维持没有大幅上涨而已。 到了小布什时代,美国债务就一路攀升,2008年后的奥巴马总统时代,债务更是快速累积, 各已经完全失去了偿还的能力,进入了一个只能借新债还借债的庞氏借债时期, 所以有舆论说美国要发行100年期的国债。 所以纸币体系的特点,注定了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,只能把通货膨胀周期进行到底,但总有到头的时候。 美国、日本等西方国家已经房价泡沫破裂,通货膨胀繁荣周期结束,通货紧缩衰退周期开始, 但西方各国不敢也没有能力将通货紧缩进行到底,纷纷财政扩张,印钞就是。 企图逆经济规律而动,试图阻止进入恶性通货紧缩衰退周期。 中国其实已经在2014年,通货膨胀繁荣周期就结束了,但凭借强大的行政执行能力和庞大的国企集团, 硬是将通货膨胀繁荣周期延长了两年。 接下来聊聊比特币,首先声明我不是让大家去买比特币,炒作比特币。 比特币的基本设计原理是来自于黄金,可以说是黄金的现代版,始于黄金,剩于黄金,是划时代的科技发明,对人类经济发展的重要性,可与当年蒸汽机的发明相媲美。 为什么?让我们将比特币与黄金对比一下。 像黄金一样,比特币也是有价值的,就是说你必须耗费劳动才能得到, 为了让比特币携带价值,特意设计了需要解答数学难题,才能获得比特币,俗称挖矿。 比特币有个最高上限,集约2100万个,就像黄金一样,有个最高储藏量。 比特币最大特点是去中心化,即可以脱离任何央行控制,进行直接点对点的交易,从根本上剥夺了各国央行的货币发行权。 这点与黄金的特性也是一样,任何人只要有黄金,也就同时具有黄金货币发行权,黄金面前人人平等。 比特币可以世界自由流通,而且不受第三方控制,除非你断掉互联网,这点也与黄金一样,世界上不分国家民族,几乎不约而同地接受黄金作为交易货币。 与黄金一样,比特币十分便于分割,而且比黄金更生一筹,分割比特币只需要在小数点后面加零就行,只不过只能朝小的方向分割。 这一点与黄金稍有不同,与纸币完全不同,这就是我今天要重点聊的。 众所周知,纸币都是朝大面额币方向发展的,逐步消灭了小面额货币,例如,人民币从最高十元面额发展到五十元,一百元面额,与此同时,分币却消失了。 分币已经完全从市场上消失了。 理论上说,现有两百多万亿人民币只需要恢复分币,将所有商品标价,记账去掉一个零,将货币收缩到二十万亿,一点都不会影响人民币的流通使用。 也就是说,货币其实也是可以朝小面额方向发展的。 那为什么纸币不朝小面额发展,而全世界纸币都是朝大面额方向发展呢? 这就是为了满足资本逐利性,纸币的产生发展,原本就是要避免黄金本位货币的数量扩张限制。 所以,只能朝大面额发展,才能制造通货膨胀,才能形成通过不断的货币超发刺激,促进经济的通货膨胀繁荣周期。 而比特币的特点决定了,只能朝小面额发展,只有不断朝后推移小数点,才能满足商品数量日益增多的需要。 因此,比特币是不适应今天的资本市场经济的,是无法满足资本逐利性的。 有网友会反问了,日本也是资本市场经济国家,为什么日本会接受比特币呢? 而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,反而禁止比特币在中国的使用和交易呢? 对日本来说,是因为日本货币政策经过长期的挣扎后已经基本失效,无论是调整利率还是货币宽松,经济已经失去了反应,掉入流动性陷阱。 无奈之下,日本政府只得接受新事物,死马当成活马一,或许能走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的路子。 对中国来说,则是维护货币政策的有效性,因为当今中国还没有放弃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,或者说仍然认为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调整经济。 而比特币目前已经成为一些富人对外转移资本的工具,这就降低了资本管制的有效性,也就制约了中国的货币政策。 那么,为什么我说比特币是堪比蒸汽机的科技发明呢? 蒸汽动力的发明,可以说是资本主义,能够产生与发展的科技发明。 众所周知,在蒸汽动力机器发明之前,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小农和手工业生产。 一个人只需要极少的生产资料,就可以开展生产活动。 例如,一个农民只需要锄头、篱笆、耕牛、吉姆土地等少量生产资料,就可以从事农业生产。 因此不需要资本,在蒸汽动力、机器大生产时代,就需要大量资金来购置厂房、机器设备、雇佣工人等从事大规模生产。 这就需要大量资金购买生产资料,如是货币转化为资本。 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。 这就是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,而蒸汽动力、机器设备的科技发明,就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。 今天,比特币的发明将给人类经济奠定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基础,或许将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,开创新的生产方式,例如新计划经济生产方式。 为什么让我们模拟、逻辑推理一下,当比特币逐步替代纸币成为世界通行货币后,世界经济将会发生什么? 一、各国央行和所有商业银行将会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为比特币服务的交易平台和监管机构。 为什么?因为比特币将是点对点的交易,无需通过第三方进行,而纸币是必须由央行掌控和通过商业银行才能完成交易的。 所以央行和商业银行都成了多余的机构。 二、不会再有什么银行贷款,也不会有什么利息。贷款和利息概念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 有网友立马会问,那投资资金从哪里来?企业如何产生? 很简单,这就是将来创办企业的资金将来自众筹,而企业生产将成为共享经济、利润共享、风险共担。 当然这也只是初期阶段,继续发展,这种众筹投资和利润分配也会消失,人人都得靠劳动获取收入。 当然除了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除外。 三、不会再有什么信用货币,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能创造出现代纸币意义上的信用货币。 四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,生产分工将进一步细化,细化到一个工件的生产,就是一条自动生产线,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或几个人操作的生产线。 这样生产资料也会逐步细化到个人也能负担得起,一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就像小农社会时期一个农民拥有耕牛、农具一样,因此资本也会消失,众筹投资,利润概念也会消失。 总之,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生产方式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最重要的变化是,资本将会彻底消失,资本再转化为货币。 货币再次成为交易媒介,直到货币消灭,人们直接进行劳动与劳动的交换,人类又回到以物易物时代,当然这是在云计算下瞬间就完成的等价交换。 我们可以穷尽自己的想象,来预测将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比特币技术就是一个开创新时代的最原始的技术基础。 不过,这有点遥远了,有点瞎扯了,这只是启发大家,人世间的事情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。 所以,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,看看日本欢迎比特币,将比特币作为商品交易货币后,可能导致的日本经济变化的方向,从而有助于我们预测中国经济,房价下一步的变化。 磨刀不误砍柴工,网友们会慢慢误导出,我这种啰啰嗦嗦的理论探讨,对预测分析中国下一步经济变化的好处。 好了,现在我们来看日本引进比特币后,对日本经济的影响,未完待续。